大家好 我是赵朵 我今天要为大家导读的是 Thomas Levin 的一篇论文 《时间索引的修辞学监控叙事与实况电影》 上部影片的最后 1998年的蛇眼这部电影中 他做了进一步的延伸 他把剧情设定在一个 具有大量可远端遥控PTZ监视器的 《新纽泽西》中的赌场里头 当作故事发生的背景 尼可拉斯凯吉所饰演的腐败警探 在赌场发生一个近乎恐怖攻击的事件以后 利用赌场的监控室的所有资源 追踪一个女性嫌疑犯 蛇眼当中监控虽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可是如果我们和楚门的世界相比 那相比之下 可是说楚门的世界做了一个更好的发挥 楚门的世界意味的是 实境秀这样的形式变成是一个大型的导演作品 偶然性和编排在此相遇 这个是在当代电影在主题和结构上 记录并改造监控语法最为突出的例子 相较以前监控全知视角是以回放的方式呈现 在这里头数字监控本身就是叙事本身成立的条件 真实被呈现成是一种处理实况的奇观管理 同样的电影观众的位置就是监视执行者的位置 在这里头监视修持做一种吸引人吸睛的手法 这件事本身就可以当作是一种社会的真后 作为一个受到现场直播条件制约 而且只有少量脚本的实况转播的作品 楚门的世界可以说是创造了出所谓的 真人实境通俗剧的语法 这种现象之后在荷兰的一个制作公司 所开发出来的大兄弟的实况节目中 获得了疯狂的成功 楚门的这场实境秀显然在规模上 和我们提到的这个大兄弟的实境节目相当的不同 因为它的范围要大的非常的多 参赛者是成千上万的演员 而不是十几个同意的几个竞争者 除了类型上的不同以外 关键的不同在于说不同于大兄弟的 参与者 这个楚门他其实只是渐渐的开始怀疑 他自己的生活处在这个监控的底下 楚门的世界讲述的是 楚门开始理解一个难以置信的世界观 就是每个人都在监控他 然而使得在监视下的生活舞台 成为一个引人入胜的场景的原因 除了观看者不知道自己正在被观察以外 其实还有另一个是因为 他有一种对于监控能力的炫耀 同时也满足了一种我们不会被监控的一个安心的心态 透过将监控设备搬到前台 也就是我们可以在观看楚门的世界里头 画外音或者是画面内部 会告诉我们说哪些地方是隐藏摄影机的信号 哪些地方在放着不同的摄影设备 监视在观众眼中是可被辨认的 因此缓和了一种看不见不可信焦虑感 被转化成为一种节目的制作 好像这一切都是在一个摄影棚发生 整个世界被监控化的这件事情 在这个电影头宣称说 这其实不是我们的世界 不过就只是一个电视台模拟出来的世界 那声称楚门的世界是实况的节目 在媒介史上对于监控修辞的特殊运用上 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这种实况的强调 当然是对于某一种特殊电视表达形式的回应 但是它也是结合了两件事 一个是电影本身作为一个实况的记录 和电视其实是由多镜头剪接而成的制作 把这两件事情拼凑在一起 让它给前景化 那我们回到刚刚讲的 相片在数位时代所影性的下降 这就是为什么它要强调这是一个实况了 因为回应的是一种后置焦虑 在这里头作者再强调一件事 正是因为相片的底片是透过光化学成像 以及机械与化学基础作为它的生产条件 所以它不同于其他的媒介 它没有中介 可是这种没有中介 index 所要指射的对象是一种空间式的想像 空间在无干预的情况下 确保它再现的真实性 而这种无中介的想像在数位时代 转移到了实况的监视的影像 在这里头空间的索引性被时间的索引性给取代 所以这篇论文前面才讲说 时间的索引性处理的是一个实况的监控影像 那所以说最后这个论文它提到的就是一个叫做 时间码的电影 在这时间码的电影里头 将电影的萤幕分成四个象限的实况转播 形式上其实就是针引了大家熟悉的多屏幕监控设备 每一个象限都处理的是独立的故事情节 而且是透过连续90分钟的跟拍镜头所组合而成的 而这个影片就像它宣传所说的 是从四台摄影机五简级实况拍摄所组成的 最后的演职员表也说明说他们是在什么时间 1999年11月19号下午3点 由四名摄影师同步摄影追踪四个人物所进行的 在这90分钟 其实我们可以透过视觉以声音的方式去感受到说 这四个象限里头的故事有时会进行偶然的相互连结的可能 而这种实况影像以及半极性演出的安排 其实是对于一种老套的即时剧的类型的一种新的诠释 也就是对于观看监视画面时产生的这种迷恋感 做出一种特定的赎罪式的一种回应 它回应的是一种视觉信息的奇观过剩 尽管其实配乐有时候会主导观众去思考 或者是引导观众去注意哪一些萤幕是在处理一个较为重要的叙事 那这部电影其实以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去重新诠释了安德烈八战 关于长镜头真实性的观点 时间马其实明确的被视为是一种去推崇视觉符号过剩的一个新形式主义的作品 它回应的就是蒙太奇扭曲选择性所创造的假现实 而透过这种方式去进行一种新的现实的处理 尽管用四个象限的方式去处理 其实会让人在感受上具有非常强烈的挑战性 但是呢其实它的制作强调的一个重点 也就是让这四个象限得以在观赏上成为被阅读的可能的一个关键点 其实就在于时间 在电影的官方网站中强调说这是一个第一次有这样的实况录制的一个电影 在这个电影的片名中就揭露了这件事情 时间是关键 时间也可以说是代码 四个画面的多重任务以及四重奏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具有一个连贯系 都是由时间所贯穿出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部片里头的修辞力量 也就是结合之前我们探讨的这种实况的监控电影 如果其实具有一种说明这一连串问题的能力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种在数位时代之后 电影本体从一种摄影的空间性的指射 转移到了实况的时间性指射的转变 而重塑了电影媒介本身 而在这里头它用监控的修辞学来指认这样子的一个转变的过程 以及电影本体想象的改变 我今天的导主就到这边谢谢大家